词曲 李宗盛 你命运让自己安排 人生都不会孤单 因为你还有我在 还有我在 哦 陪着你 语解真心的未来 语解真心的未来 哦 伴着你 我茫茫的人爱 勇敢张开手 拥抱错证与怎样 梦想并不遥远 打不住抢前 一起洗手 面对更何挑战 我会深处说 抓紧我 再多的难关 我们都能折磨 不要请你放弃 一丝丝希望 你总是在 远方等着我 像彩虹的镜头 我要留下来 是因为那个女人对不对 就是为了她 从前跑去山上找我 不知道一个人丢下来 把我打掉口中筷 叫我把门关起来 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你好心肝啊 把我打破电了 还要把我打一顿 我也认得 你还要瞒我多久啊 小丽 小丽 上车 我有话跟你说 上车 有话 到这里说就好了 谢谢大家 请你们解雇我的儿子 谢威廉 威廉在学员的表现很优秀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对不起 我想威廉应该是没有构定 你们他真正的身份 威廉是我集团的继承人 他是做大事业的人 虽然年纪还有一点轻 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尝试 所以才会到你们 那个小小的安置机构 去当辅导老师 容许我说些难听的话 就算你们给他再多的薪水 对他的身份来说 也是一种侮辱 我这个脏妈的绝对不能容许他再继续荒唐下去 所以就是这样 谢女士 我们不能决定威廉的缺留 所以还是请您 等我们总干事回来之后 再跟他商量吧 钱我已经给你们了 儿子我带走 这是哪里啊 到来这里干嘛 开车 是 你的皮夹 你甘心房的哦 好啊 这如果我捏回来的 铁匠我说就回来 你下次再痛他哦 我真的不饶你 好八蛋 想不到我会看人看走眼 还把我耍得团团转 还真的以为我的日子在美国念书 特助在国外做饭店考察 庄晓丽 枉费我栽陪你十几年 你居然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 Great 妈 是我不好啦 你不要怪晓丽啦 是我叫她 不要跟你说我在学院打工的 谁先起头的不重要 你的错 就是晓丽的错 没有第二句话 只是我万万想不到 我的日子居然会跟人家打架 打着皮夹都掉了 有时人家拿皮夹来勒索 我还真的不敢相信 我最相信 最信任的特助 还有我最亲爱的儿子 虽然会串通好蛮族 你们这处满天过海演的真精彩啊 你们两个听清楚 这次我原谅了 是因为你们是我身边最亲近的 否则就像其他员工一样 你们的死活 我眉头是不会皱一下 清楚吗 清楚吗 可是妈 我想要先回学院一趟 我想把资料先进去 小丽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们 家里有事非常需要我 可是我的行李还在那里 你那些东西值多少钱呢 人回来就 东西不要了 买新的 可是妈 你还要什么借款要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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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你怎么骗了 好 要回去 你就回去 从现在开始 身上所有知情人东西 金融卡 信用卡 全部归零 你也不用回家了 我谢美女没有这么没出息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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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美女没有这么着急 我谢美女没有这个状态 我想清楚了就好 回家 妈 威廉哥哥呢 威廉哥哥在哪里啊 他等一下就来了 小文 你乖 你是哥哥 你要听话啊 威廉哥哥有事情出去 他等一下就回来 他一回来 我就是要找你们 好不好 乖 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不要 小文 我都骗人 小文 你们怎么了 怎么在哭哭啊 不要哭 威廉妈妈把威廉带走了 还拿支票 要我们接过威廉 怎么会这样子 他妈妈是一家集团的董事长 可是我看她的行径 跟爆发货也差不多 不过这威廉也真是的 就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 行李还在寝室 工作也还没有交接 他妈妈要他走 他就真的走 好不容易跟小文小五 建立的感情 现在威廉不在 你叫这两个孩子怎么办 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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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哥哥马上就回来了 喂 西方卫学员 蛤 好 不好意思 那我们这边有消息 会马上通知学校 我说 你怎么办 阿泽有班老师打电话 还说阿泽不要去上课 也没有请假 学校要记他旷课 啊 怎么这样呢 阿泽昨天明明请假 回去给阿公过生日 照理讲 应该从家里到学校去才对啊 是啊 哎哟 会不会出事情了 会不会是睡过头啊 要不要打个电话 就知道了 对 对 打电话 好 大家早安 姐 现在还没来上班啊 喂 文真 什么 好好好 我知道我满过去 姐 现在怎么了 珍珍说阿泽跑去威胁她 叫我们赶快去救她 好 这不容易 你是想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的罪 不该嗅到她的美 好 先 珍珍怎么了 珍珍说阿泽跑去威胁她 叫我们赶快去救她 吉祥 吉祥 芝正 芝正你開門啦 芝正 你開門啦 你走開 你不要不理我啊 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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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不理我啊 芝正 芝正 你在幹什麼 你不要太過分了 芝正 快一點開門啊 芝正 你先去告知 登記他來再上去 小心啊 芝正 你在幹嘛啊 我警告你們喔 你們別給我上來喔 給我滾 芝正 我要對你們不客氣了 我在這 你們快叫我啊 快叫我啊 你住不住 芝正 別怕 我會把握你的 我跟你們講喔 這是我跟芝正之間的事情喔 你們給我滾 他說話 他已經瘋了 他從昨天就在這裡了 他一想跟我亂來 你們幹嘛跟著啊 阿哲 你不要太過分喔 你真喜歡的是我 你這臭小小小小 對他怎麼樣 這才只是屬於我一個人而已 真真喜歡的是我一個 他只把你當輔導的對象 真的不可能喜歡你的 進來 你們現在什麼情況 樓上樓上給我 來來來來 你們待會兒兩個 知道我們去幫忙 好不好 讓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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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走開喔 不要想我最近 聽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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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像 我去死 親像 親像 我來救你啊 親像 臭小小子 快過來 親像 親像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幹嘛 不要打啊 親像 親像 你不要打 小心一點啊 你啊 不要打掉了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等一下 你們兩個住 走 阿哥 不要過來 小心一點 不要過來喔 警告你們 阿哥 你不要亂了 你不要趕快救我 不要亂動 不要亂動 真真 你別怕 你就會很快就結束了 真真 我知道你是喜歡我的 我也很喜歡你 不會讓別人來參賽我們的 阿哲 你說你喜歡真真 你這樣子 你這樣不是愛 你知不知道 我不管 我會真心喜歡真真老師 她也答應要當我的女朋友 而且 我要打算帶她回去 讓我的阿公阿嬤看了 可是不然為什麼 能跟其他男生約會 為什麼要騙我 為什麼 嘿嘿 我還沒有說我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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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開我啦 唉唷 花子 唉唷 花子 唉唷 花子 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 妳是阿公阿嬤的女生 妳是不能跟她一起 妳去跟阿嬤 拜託不跟阿嬤 阿公 阿嬤 妳們不要哭啦 來 我跟妳們介紹 這就是我說的那一個女生 她叫真真 她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啦 真漂亮 你不要害怕阿嬤啦 快點啦 快點啦 真真是我教我第一個女朋友 要教她騙我 她也沒名字了 我們先死啦 阿嬤 阿嬤 真真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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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 妳看了真真 我跟他們去 怎麼了小梅 還很累啊 是不是昨天又通宵了 要不要喝杯咖啡提一聲 好啊 不過那種三合一的 我不喝 好 那妳等我一下 小梅 還沒吃早餐吧 吃飽了 新鮮 今天就會好一點啦 我只能找到這幾片餅乾 咖啡是我先煮的 慢燈瓶 很香 怎麼樣 我泡咖啡的功力還不錯吧 不過老師 你為什麼會對我這麼好啊 以前在警局被逮 那些警察和輔導老師不是跟我白眼 就是把我當怪物 怎麼 你不覺得我很乖嗎 不會啊 關於這幾次談話的過程中發現 你很特別 特別 特別 這特別難搞吧 我爸總共說我生下來就折磨他和我媽的 特別 不過想想真是很氣人 我爸自己生意失敗 和跟我媽離婚中的鳥事 幹什麼屁事啊 他自己還不是在外面包人來 這種爛人還要回家叫他爸爸 去死吧他 小妹啊 那你媽媽呢 你不想跟爸爸住 那跟媽媽住呢 我當然也想跟媽媽住啊 不過我想我媽應該跟我爸一樣討厭我 我現在把自己搞得那麼爛 又已經休學了 我想我媽是不會要我的 小妹啊 你有問過媽媽嗎 說得你媽媽不是這樣想的喔 其實小妹 你媽媽有來找過老師 她跟老師說 她已經找了一份大頭請進的工作了 也租了房子 很想跟你一起住 只要你願意 她隨時歡迎你回家 其實你父母會離婚 並不是你的錯 你已經長大了 有權利可以選擇自己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只要你願意 隨時可以脫離這種在外流動的生活 擁有一個溫暖的家 怎麼樣 怎麼樣 願意嗎 我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我真的想回家 我真的想回家 我 不知道 媽媽的借你回家了 對不起 我們回去吧 陸老師 謝謝你 謝謝你幫我找回小妹 謝謝你 小妹 我們回去吧 喂 陸蘇瑋 嘿 陸蘇老師 阿澤 他怎麼了 等他的傷勢好一點 我們會帶他到警局報到 麻煩你 我了解 醫生已經檢查過了 沒有腦震盪 等一下就可以回去了 我不要回去 阿澤他已經瘋了 他是不會放過我的 除非你們叫警察把他隔離下來 不然我不要回去 珍珍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你跟阿澤會弄成這樣 你不是說昨天是你生日 你要跟我慶祝的嗎 我還做餅乾給你吃啊 你到底喜歡誰啊 你幹嘛羞我 我也沒有說過我喜歡你 我也沒有說過我要當你女朋友啊 你們這些人腦子都有問題 不過說你廚藝好 是你們自己一鄉前面要喜歡我的 關我什麼事啊 你怎麼這樣 幹嘛 人都欺負人少 警察先生你看 還有跟他怎樣 他們都想要欺負我 不是 珍珍你 沒有 祁祥 好了 先出去 你怎麼可以這樣 好了 別說 出去 很難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珍珍 你是不是應該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跟你的輔導各樣 會有感情的牽扯 你不知道這是社工的大技嗎 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 什麼喜歡不喜歡的 是他們自己一鄉其實也喜歡我 我能怎麼樣 珍珍 孩子們都喜歡你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不過你身為輔導人員 做事情應該要有分寸 你不應該吉祥也正 吉祥 吉祥要怎樣 他每天就是待在廚房摸動摸膝的 要不然就上網打電動 一點出息都沒有 我不過是誇他幾句 就幾句而已 搞得好像有非嫁給他不可 你也不好好管管他 就只會說我 你如果真的只是單純地誇想吉祥跟阿哲 就不會跟他有男女感情的牽扯 學運那麼多女社工 為什麼阿哲跟吉祥都只針對你 怎樣 我就是讓他們喜歡我 讓他們乖乖聽我通常不行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還不都是因為你 這不容易 在廚房的折磨 一起奔向採光的鏡頭 誰叫你在學校成績那麼好 不管怎麼樣 我都看不上你 這些臭小孩 每個家庭背景都那麼複雜 我哪有時間慢慢了解他們呢 我只好犧牲一點 讓他們喜歡上我 他們就會把秘密告訴我啊 拜託 我讓成績好 我也是很犧牲的好不好啊 珍珍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什麼說什麼 大家都乖乖聽我的話啊 大家都拿情書給我啊 是阿哲他自己有問題 才在上門讀我耶 大家 你到底對多少人做這種事 什麼事 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而已啊 是他們自己要誤會 關我什麼事啊 你這樣是在傷害別人的感情 你有什麼資格當社工 我有沒有資格輪不到你來說我 少拿學姐來押我了 我 我不想聽 出去 出去 你出去啊 都出去 出去 你們這些瘋子 瘋子 你出去 你有什麼54 還可以 好 我知道 我會跟他講 嗯 真訊還沒開始 OK 保持聯絡 恩偉打來,說珍珍在醫院沒事了 但是,珍珍也說了 他跟學員很多的輔導對象都有這樣的曖昧關係 為了就是,讓你們這些人 可以跟他掏心掏肺,跟他講心事 讓他實習成績,可以看起來分數高一點,好看一點 我不信 你不信也沒關係 恩偉現在已經回學員,跟這些輔導對象做諮商了 我相信很快就會有答案 不是這樣 他說他喜歡我的 這些屁話,大概只有笨蛋才相信 我不是笨蛋 你剛才在頂樓架珍珍的時候,你沒聽到嗎 他說他不喜歡你,他不想要當你的女朋友 你跟吉祥子怎麼了 你搞不清楚狀況 為了這樣的女人,同一個這麼大的樓子 你知不知道你有可能要坐牢啊 我告訴你 等一下做偵訊的時候,你就好好坦承這一些 我也拜託你,你的態度好一點,誠懇一點 外面有你必須要珍惜的人,在外面等你 你不要為了那些不值得付出的人 傷害你自己 傷害那些愛你,關心你的人 你聽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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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先生啊 我們阿哲,他會不會被關啦 拜託你們啦,不要關他啦 阿哲年輕不懂事 拜託你們,救救你們不要關他啦 警察先生 阿公阿嬤,這事情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阿哲已經觸犯了妨礙自由和蓄遇傷害罪 我們現在要等他的官戶人和檢察官來 看是否要對阿哲提出羈押的告訴 哎呦,拜託,你不要跟他關,好嗎 你還要關嗎 我這個樓下,待會他關,好嗎 拜託,拜託 阿公,你不要這樣啦 你這樣真的讓我們很偉軟耶 這樣不行 阿公阿嬤 先不要想太多 阿哲還很年輕 還沒滿18歲 不會被判太重的 阿哲阿,我會被拖子耶 你怎麼做這種狂野事 你叫阿嬤怎麼辦啦 你叫阿嬤要怎麼樣啦 阿哲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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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誰好苦啊 過年了 不要哭啊 唉唷 對一個小小小生 喔 啊 阿嬷 妈 醒啦 媽 怎麼了 我從昨天晚上 就一直坐在這邊 看你睡覺 我想到你小時候 我們兩個相依為命 住在那個老房子裡面 外面下大雨 房子裡面下小雨 結果你還很天真很開心地說 哇 只有我們家是趁著閃睡覺 別人家都沒有耶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特別喜歡下雨天 因為下雨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媽媽抱在一起睡覺 哇 好懷念那個老房子喔 而且她那架床啊 睡起來奇怪 奇怪的 很像搖籃耶 你從小就很乖 很聽話 也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孩子 可是我昨天坐在這邊一直想 怎麼想都想不通 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啊 媽 其實我 過去的只能懷念 但是你一直懷念 也沒辦法前進未來 你可不可以答應嗎 所有荒唐的事情 就停在昨天晚上 今天就是你回國後 重新開始的日子 總事長早 總經理早 啊 十點半 準時把總經理沖到飯店 是 你還要找到總經理啊 因為總經理才是你真正的工作 拜託 你不要跟我媽一樣打關槍好不好 這是等一下開會用的資料 仔細看一下 我怕別的部門主管問你問題 你答不出來 這個東西啊 不用看啦 反正有總經理夫人在啊 她什麼都答得出來 你如果真心為我想 就不會一直嬉皮笑臉 做好你總經理的工作吧 董事長好 林姐 這裡身體還好嗎 我很好 是你少爺的關係 不會 加油 拜拜 董事長好 你看 董事長好 Jason 手勢有空 我們再去 噴 OK 下一次啊 好 謝謝 小莉 把林姐跟今天事人 放到别的单位去 是 为什么 他们只是跟我打招呼 他们做错什么了 他们会影响你的工作情绪 打招呼跟工作情绪 有什么关系 你今天才第一天上任 要树立自己的微信 不要像个孩子一样 嘻嘻哈哈的 怎么当总经理 把你叫别人去当总经理 你说什么 那些老主管 正等着看你的笑话 请你好好的表现 不要被人家看扁了 还丢我的脸 各位 想必不用我多做介绍 威廉已经完成了国外的气管进修 回来担任总经理的位子 我想先让他实际三个月 再正式接任 我知道 在座有些人 认为年纪轻轻的威廉来接任这个任务 非常的不以为然 但是这刚好是我的目的 现在的旅馆餐饮业 竞争得非常的激烈 光是靠华丽的装潢 或是服务品质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客户 所以呢 我希望 有更多年轻人 还有有创意的人 带着我们的企业前进 长江后浪推前浪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死在沙滩上的话 请大家各自努力 这样才不会太早被淘汰 那看后浪推得动 推不动我们上沙滩了 赵总留是不是 对对对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请大家摊开来说 我最讨厌人家私底下的搞小动作 既然董事长这么说 我们也不避讳了 我们几个老子都一直同意 嘴上乌毛 办事不劳 如果几个人正才实验 就看会连宇宋表现才知道 现在都没什么作为 就随随便便 把一个这么大职位让他做 随时到时候 他是不是二皇帝一个 赵董事 请放孙壮天 赵董事 你止伤骂怀 应该是觉得 我把权力留在自己身上 不给你了 好啊 如果你反对威廉 我是没有意见 我们可以马上召开 临时的董事会 投票表决 看谁最适合担任总经理的面子 庄角都已经安排好了 也拿出去 不也都一样了 好 既然未来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新任总经理 我们即将开幕了 新庄黄餐厅 进度工程如何 还有八三未合一犯再犯 是不是能如期开幕呢 这个 对啊 我想问问总经理 客业的取向 一当做评估的 很大的出入 请问你怎么应对 有相关方案吗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工程进度 目前不完成百分之八十 正准备进行天花白粉刷工程 粉白换米白 天花白颜色干嘛换来换去的啊 都差不多吗 没有换去的白色 哦 没有换去的白色 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啊 天花白要刷什么颜色 问专业的设计师就好了 专业啊是最重要的 像我觉得刚刚美贝 你们讲的意见啊 都很有道理 我啊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啊 对啊 我脸还可以了 坐下来 哇 你不要急嘛 搞不好这是我唯一一次用总经理的头衔 在会议桌上发表意见 谁让我讲话呢 要是你自己私底下再说 各位叔叔波波 对不起 其实 我也不想做总经理 各位叔叔波波 对不起 其实 我也不想做总经理 因为我觉得做总经理那些人 他都是最没有才能的人 你看 要决策 有我们董事长 要沟通 有我们的特助 要专业 就叫个各部门经理去解决就好了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们真的不用执着总经理这个位置 因为谁来当都一样 而且 我也不希望因为我有个总经理的名片 就让所有叔叔北北疏远我 把我远远的当神主牌的供奉 你要相处起来多无聊啊 今天的会议 既然 没有人想当总经理 这个会议就终开了 对啊 董事长 先把你们家的腔口统一 免得被儿子的腔口扫动 好 走 走走走 别住 Avy的大学真是有没有啥啊 我借她的笔记有用吗 还好 两所 两所 真的假的 恭喜耶 我还可以帮她分析哪一所比较好 叫她facebook名 OK 赵叔 我刚看见你就好想赶快给你 这个 是我朋友介绍的超棒按摩师 请阿姨去体验一下 你还知道阿姨去按摩啊 当然知道啊 她长得腰痠背痛的 我小时候常帮她抓拢 而且我跟你讲喔 这是北京来的 阿姨一定会喜欢 好 我会告诉她的 好 一定要去喔 谢谢 记得喔 你要去哪 我要脱掉这个西装 回花莲当我的英文老师啊 董事长跟主管梅都还在开会 你怎么可以 哎呦 他们不会学我当总经理的啦 你看 我就是这种料啊 我除了会跟人哈拉唱歌 弹吉他 然后教小朋友英文之外 我什么都不会 穿了这个西装还不能当总经理 我妈真的是把钱丢到水里了 所以你刚刚是故意的 很明显吗 这样比较好啦 与其是我妈的义当几个月的儿皇帝 还不如大家开开心心哈拉一场 啊 刚才没有跟吴叔叔一言被被哈拉到 好可惜喔 你知道董事长为了今天的议题 跟多少董事们吃饭一一拜访 为的就是你少年钱 可以帮你铺好路 郭机理跟赵董事只是少数的反对票 他们没有办法左右你的位子 你今天这样的表现 实在是太丢董事长的脸了 诶 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 哪有什么好丢脸的 是董事长 诶 那你跟他说 我们要去花脸了吧 快点 喂 好 董事长要你去办公室 哦 那等听完太后讯话之后 我就解脱了 走吧 不愧是我谢美女的好儿子 要变年了 要变年了 那晚上要变年了 妈 你有话就直说嘛 不要客气 也不要憋着哦 刚才董事跟主管们 都看到你真诚的态度 一致的赞成 让你试作总经理的位子 怎么可能啊 我也很意外啊 我本来想了一堆方法 要把你拱上去 结果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 可是妈 我不想做总经理 我真的不想做 我有重要的饭局 小丽 帮帮总经理 让她熟悉一下 她要做的工作 妈 没有问题 妈 这很奇怪 我这话你过得好好的 每年一天小孩 她她很开心啊 为什么你就要把我抓回来 这就是你的人生 接受它 自己会比较好过 接受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屈服在我妈的群板之下 做一个人人羡慕的总经理 你就可以变成你要的男人吗 你说话 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没有时间跟你聊 我好想念 我濕皮笑领 不理我 我都花脸去追求独立 你否定我 先生好了 我回来当太子 可以给你全世界女孩都梦寐以求的少奶奶生活 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正眼看我 你为什么不看我 为什么不看我 你 勇气更多 我相信爱没错 就算大雨过后 那世界都慢动作 你的温柔 你的执着 都是我的脉搏 我相信爱没错 就抱紧我没错 就当他们都没爱过 你 你的人生 都不是我的世界 不要无情 我相信爱没错 就抱紧我没错 就当他们都没爱过 我都爱 是什么 没错 吉祥,你是不是该去准备晚餐了? 好,自己... 莫贝,怎么样? 到底有几个? 你赶快说啊! 说啊! 每一个都... 你说什么? 我问过所有真正辅导的个案了 他们都被真正的花言巧语所吸引 因为真正喜欢他们 所以都对他无所不谈 阿哲他比较有钱,讲话又大声 甚至骗拉瓜,买好几万块的钱 就为了买3C产品要送给真正 其他的小孩子虽然也都喜欢真正 可是爱与阿哲的缘故都不敢行动 可是... 我问过学校的同学了 今天他早就有一个乱结婚家的男朋友 根本就不可能对其他人认真 你真的很蠢耶 跟洗水小孩一样蠢 吉祥,你要去哪儿? 你们肚子饿吗? 我去说话给你们吃 这个真正 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来利用别人的感情 我原本想说 她是恩惠的学妹 应该是个很OK的人 恩惠又那么信任她 才会把这张档案交给她 谁知道她会这个样子 不然我不会让她单独跟小孩子相处的 我...我没有把这张档案交给她啊 没有 可是真正说是你交给她的耶 我怎么可能随便把档案交给她 其实那些档案 是真正私下 从恩惠的电脑里面copy的 我那时候有看到 并没有太留意 这不容易 但我还能放得着火 一起奔向采放的镜头 我怎么可能随便把档案交给她 其实那些档案 是真正私下 从恩惠的电脑里面copy的 我那时候有看到 并没有太留意 难怪她常坐在我位子上不走 太过分了吧 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 喂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什么事啊 真正要对阿哲提告 什么 阿哲的保护官卢老师 现在已经到警局了 我现在马上过去一趟 这真正私下太过分了 明明是她的错 现在反而让阿哲来当代最羔羊 阿哲还在保护官处 如果真正直接告她 她就没办法回来学员了 好 好 我知道你们是来看我笑话 我竟然跟那些小孩子一样 被她耍得团团转 我还以为她是我的真命天女 我还为了她去办好烘焙资格烤 结果一切都变成笑话 笑话 笑话 怎么会啊 我倒觉得你烤的饼干还蛮好吃的 你少癌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心在想什么 我之前在火车上 无论你是谁 你是怀恩在心对不对 现在看我这么惨 你爽了吧 才失恋一次 有什么好伤心的 坦白讲 我倒觉得真正那种肤浅的女孩子 配不上我 反正 反正你混那么大 要什么女人都很容易 你不懂我的心情啊 我问你 你想不想为了尊严 争回一口气 诶 你干嘛 不要乱乱了 你们这些善良的人啊 脑袋瓜就是没有对付外人的机制啊 让人家受伤的人 本来就是要付出代价 珍珍 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负责 对方铁的心要告 阿泽不肯为自己辩解 他在被裁定之前 可能还被鸭好几天 我从美国募款回来 居然听到这样的坏消息 这些孩子 好不容易将他们从社会的边缘 稍稍拉回一点点而已 为什么遇到事情又出状况 之前是欠空 现在又是阿泽 我手上辅导了几个个案 只要一阵子不见 几乎又走回原点 他们是来自破碎的家庭 缺少爱 心中无所依靠 所以一直要有人在他们身边鼓励 我觉得我们要赏出一条路 让他们跌倒了可以自己爬起来 我们虽然愿意随时伸出手来 但是总不能站在他们身边 我想 用什么东西 来训练他们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 来 珍珍 可不可以请你撤销对阿姐哥告诉我 为什么 她做错事情就是应该要接受惩罚 可是你也知道阿泽她跟我阿妈年纪那么大了 我很怕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身体会承受不了 可不可以请你再考虑一下 那我呢 我差点死掉 我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怎么了珍珍 他们是谁 没事啦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今天你们这么多人来 我就会请你的撤销告诉 我一定要告诉他 那我就请你想清楚 坚持提告的后果是不是你能承担的 你干嘛 威胁我 你在干嘛 想对珍珍做什么 宝贝 不要理他们 他们都是一群疯子 珍珍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跟小孩子计较 阿泽她没有错 事情太过分了 想干嘛 动手啊 信不信我报警啊 你知道她什么人吗 她是和我们学院多少个男生 你知道吗 她糟透了 你说什么啊 你放到我啊 我连你一起告 你 够了 不要跟她浪费时间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要不要撤销告诉我 死都不撤 好 非常好 那就请你今天好好休息 养足精神迎接明天 美好的一天 我们走 走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他们是谁啊 这些是什么啊 有哪时候跟这么多人搞在一起啊 寶貝你聽我解釋 這些都是為了我的論文啊 鬼扯 寶貝寶貝 你聽我解釋 寶貝你聽我解釋 還什麼好解釋啊 高真真 教授要你的辦公室找他 我剛才接到實習的 在輔導機構的申訴 說你為了論文報告 你有諮商對象的感情 造成個案心理嚴重傷害 教授我沒有 那都是他們一廂情願的 總共有六個個案一廂情願 你怎麼說 我認為你是個積極可努力的學生 本來還想你跟著符文會學姐 可以學到很多 想不到 你居然這麼不擇手段 小學生都懂得道理 你不懂 如果你沒辦法在短期內 做出彌補和道歉 我會跟系上提出大過處分 你不但拿不到正門課的學分 而且還會被退學 你自己看著辦 大家喝個飲料吧 謝謝 好 恩惠老師 不要再皺眉頭了 喝個飲料吧 你一直皺眉頭 學你的學生哪很親近你啊 我總得想個辦法吧 是你說的 我笑著前進你的人 又不一定是好人 哇 恩惠老師難得有專心上課喔 黃慧 你太過分了 你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這樣在折磨 你這樣跟折磨 你這樣跟折磨 整你的人是我 甄對我啊 你做什麼啊 角都抓爆死的 你這樣跟折磨 还帮我退学 你是应该说要处分没有错 没错 以你造成的伤害 退学算什么 你也应该要为你自己错误的行为负责 好 算你们厉害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做 才肯替我跟教授求情 很简单啊 马上撤销对阿泽的告诉 然后对每一个你伤害过的学员道歉 然后东西收一收离开学员 你不要太过分 凭什么我做那么多啊 也行啊 那你就不要拿到这个学分毕业啊 我倒觉得你不需要这么执着啦 以你的条件 随便找一个人嫁了就算了 我不要 我就这么爽 我一定要拿到最高分我才甘愿 为什么 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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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 当初我也是满怀热情去收东西的啊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管再怎么努力 教授就是只喜欢你 你有哪一点比我好啊 我发誓我应该超越你 所以你就为了这种奇怪的原因做出这种事情 对 这就是我 就是我 我看你啊 一辈子别想要超越他了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有哪一个人会把自己最在意的心事 告诉一个张牙无爪 爱挖人隐私的人 学学恩惠吧 不要再耍心机了 如果你能发自内心 对别人微笑的话 也可以得到你想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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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黄牧师吗?我是William 不好意思,我妈突然有急事把我找回来,所以 对,我过一阵子就会去看你们了 什么? 哦,好 这一笔土地开玩案是今年东部地区最受注目的,所以都委会把关会特别严格 是,如果过关的话,附近的房价会飙涨,土地的也会它的增加 妈,我又问你个问题 我现在跟议员在谈事情,有话回家再说 不行,我现在就要问 你是不是拿一百万给学员,叫他们开除我? 不好意思 你凭什么这样做啊? 凭我是你妈,凭我可以掌握你的未来 我的未来由我自己掌握 威廉,现在董事长在这些很重要的会议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 你却都没有告诉我 我对你们,真的太失望了 打电话有个顾书,看威廉没回家 《青净日》 《青净日》 阿哲啊 阿嬤買這個豬腳麵線來給你吃雞雲的 你多少吃飽 不要吃啦 阿哲,你怎麼會對阿嬤阿嬤這種態度啊 外孫的,你這位可以補出是很不簡單的喔 都是這些老叔把你打給我手,你知道嗎 你聽阿嬤阿嬤的,你吃一嘴好不好 拜託 你很囉嗦耶,我現在就是吃不下嘛 你們回去啦 阿哲啊,阿哲 看來這次的經驗還是沒讓他找到教訓 沒關係,慢慢來 這個孩子啊,自尊心特別強 他摔了一腳啊,可能比其他孩子更覺得痛 所以更怕你的 阿牧師,謝謝你們照顧我們阿哲 我們不曉得要怎麼來感謝你們才好 謝謝你了 不用不用不用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你們兩個要好好保重身體啊 不要太煩惱 好,那你們可以回去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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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老師啊 我們阿哲 我們阿哲,他就看媽的事了 不會啦,阿嬤 但是,我更不知道 你不能太寵阿哲了 不能他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你這樣可能會把他寵壞 阿美姆,我們就只有阿哲這個孫子而已 怎麼會說不會他疼呢 阿哲,他小時候 阿哲,媽媽就來離婚了 實在很可憐 阿阿媽媽,我再改嫁 阿哲,爸爸去台中做生理 一年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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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哲,現在現在也變成這樣 阿哲,也收到金錢來我們祝壞而已 阿哲,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他鼓掌就好 我們兩個老的 已經這麼大了 我不知道可以再多多久 我是想到我 今天我知道死的那時候 可以快樂我們阿哲 就跟花花衣快快樂樂樂來 這樣我來死他 我也比較放心 老子,你不要亂想啦 阿哲這個孩子,他很聰明 他一定就變好 來玩樂,來玩樂 不知道能再換到那個四重月 阿哲 阿媽 阿哲 你不要管我 少爺 少爺,你不能這樣 少爺 少爺 誰 誰 少爺 少爺 我真的恨到這個所有籌碼 投注我的地方了 這裡,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少爺 都跟我的人生一樣 少爺 都是我媽拿錢撲出來的 少爺 什麼都沒有問過我 就全部用錢幫我解決 那我算什麼 我算什麼 我算什麼 Shit Shit 少爺 夫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您好阿 我最討厭的就是這句話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但我會 你是想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的醉 不該嗅到她的美 在遠方 等著我 一起奔向採光的鏡頭 夫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您好阿 我最討厭的就是這句話 身為一個母親 口口聲聲說為了兒子好 結果咧 從來沒有問過她要不要 有母願意 就把錢撿到國外的學校 叫我去念 知不知道 我在那裡人生地不熟 一口爛英文 被人家欺負了多慘 你們知不知道阿 除夕夜 所有人都在吃桃園飯 我發高燒到39度 我打電話給媽媽 說 我好想回家 我好想回家 結果我媽跟我說 沒有拿到學位 就不要想回來 這就是要為我好 這就是要為我好嗎 在別人的土地上 我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逼自己笑 逼自己主動跟別人喊啦 我怕大家會忘記我 會不理我 我會變成全世界最孤單的人 現在 我好不容易回來了 我以為我終於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了 結果 我媽她還是沒有放過我 還是繼續拿起來擺佈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的好累喔 應付我媽 應付這一切 我真的好累 少爺 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好嗎 休息 我再也受不了 我再也受不了這一切了 少爺 少爺 我要離開這個任務至誰的頭痛啊 你走了不然要砍我的頭啊 難道我離開出場的事我都沒有嗎 你不要拉我 衛臉 不要鬧了 你跟我走 我知道你也受不了這個充滿同臭的地方了 不要幼稚了好不好 幼稚 為什麼你們總是說我幼稚 我告诉你们 我活得最真实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哪像你们 整天就只会戴着假面具 过着言不由衷的生活 你们不痛苦 不累吗 明白了 小丽 威廉第一天上任 压力太大了 大家出去散散心 几天再回来 不用 我不需要任何人再来监视我 我们都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 你就接受董事长的好意 出去走走转换心情 小丽 你现在是在逼我 接受我已经无法忍受的这一切吗 为什么这个屋檐下 只有一个人能发号实力 所有人都在矮的身段配合他 这种地方还叫家吗 像家吗 妈 你为什么老是要拿我喜欢小丽这个弱点来控制我 也控制她的人生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直监视着我们 她就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感情 你这样是害我 不是爱我 你知道吗 你到底是在弃我命令小丽 还是弃我没有命令你们结婚啊 好 我现在呢就命令小丽嫁给你 你就好好地安分待在家里 这就是我妈 这就是我妈 一个眼里永远都只有钱 因为全世界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打发 用钱收买的人 谢总市长 我真的对你失望到极点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只是工作狂 只是个前奴 没想到 你残忍 你心可能手拉到这种地步 把你儿子最珍贵的感情 你当作筹码来玩弄 我真希望 我从来没有很重妈妈 谢文明 你怎么需要在这里啊 我要走 来吧 来 谢文明 谢文明 你竟然下海卖药 我没有恨你什么 所以才更加难过 最后竟然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那些照片里的笑容 脑海中你的温柔 全都必须遗留在这个路口 这不容易 但我会很努力 不让那些回忆 在夜里让我哭泣 我知道不容易 但我会很努力 拼送起我的心 一个人继续 勇敢的前进 这不容易 但我会很努力 不让那些回忆 在夜里让我哭泣 直到不容易 《飞行少年幕后特辑》 可能这个角色是我接过 和时以来背景最复杂 然后也是最沉重的角色 监狱不是该来的地方 你看那个车子一开进去 那两边的墙 就会让人家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最有型的版本 就是想要再踏一点好不好 小心吗 谁规定这种地方 不能有帅跟发秀 最新有型 在这个区块里面 可以规定是什么 最发秀的 很多看似简单的 这条戏其实在现场 光是在彩排跟酝酿那个感觉 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3、2 4、3、2 尤其像今天这场戏是一个 类似像是一种失控 跟内心的一种 冲突跟挣扎的表现 你到底是这样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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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自己可以做成这样 然后大家也都很照顾 一些对我的一些放股 看他很体谅 稍微对焦的体力的造型 飞行少年 好吸引他在用心做的 他做做自喜 华氏每周日晚上10点飞行 你怎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